在很长时间里 NBA球员刷数据常被球迷视为不齿 那么库里是如何评价的 他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对数据的看法 高数据低能力 符合这个条件的NBA全明星并不在少数 真不是每个球员都像追梦格林那样 愿意将视若无误 即便如此 他依旧得到可三单委巨头这样的贬低 不只是格林 包括每一届的最佳防守球员 在真正拿出盖帽抢断或总冠军之前 他们往往默默无闻 没错 我暗指的就是微少 似乎NBA记者和每天也非常愿意在这位 不如去打替补的争议球员身上开点瓜 在对勇士后卫库里的采访中 NBA记者向库里提出了 对赢得更漂亮的数据有什么看法 库里非常理解外界关于球员数据的争议 当一支球队打不出与之匹配的战绩时 那么一切都会被误解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 库里的效率并不算出色 疯狂的出手 但篮球就像灌了千一样 他不得不用更多的出手去反驳 这支球队的伟大和自己无关的诅咒 所以库里也需要漂亮的得分和命中率数据吗 我对数据无比的痴迷 尤其是关于投篮的 库里表示 当我连续命中投篮时 我就会注意到我拿了多少分 用了多少次出手达到了什么效率 这就是我所擅长的 我必须让他达到我应有的水准 并坚持这个标准 当没有达到过去的标准时 我就会感到沮丧 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外界对威少的怀疑 无论威少他的表现有多么出色 当胡人没法继续取胜 那么数据刷子的绰号就会随之而来 而当威少打铁时 洛杉矶电子场流水线正虚习以待 但全联盟有谁可以做到作用 不体现在数据上 空位之神克里斯保罗 在只打出日常数据的情况下 他已经证明了可以帮助五支球队的胜率 提高20% 追梦格林 伊格达拉 布鲁斯鲍文 巴蒂尔 整个NBA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个